本周,40岁的布兰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自己怀孕了 全球粉丝为她袭击而起 要知道,这不仅仅意味着她将有第三个孩子 而是,在经历了奴隶伴13年被勘压的生活后 她终于重获自由了 当年,布兰妮遇人不输 二婚嫁给了软饭硬吃,吃喝嫖毒的凯文 还生了两个孩子 更加悲催的是,在布兰妮看清凯文的嘴脸决定离婚之后 凯文偷偷给布兰妮下药,说她精神有问题 以此来争夺两个孩子和天价离婚费用以及抚养费 甚至恶臭至极的拿布兰视频做威胁 才25、6岁的布兰妮被逼到崩溃 自己剃光头发,弄而砸车 就在她以为自己要走投无路的时候 在她成长中长期缺席的父亲杰米 却出人意料的伸出了援手 她以布兰妮的精神问题为由 取得了布兰妮的永久健护权 并借此夺回了孩子的抚养权 与此同时 父亲开始管理她的生活 并让她继续发展视野 本来以为柳暗花明又一村 开始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布兰妮 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却是她更加悲惨的生活开始 原来这种全权监护权 是连布兰妮购物、出门 甚至吃什么饭都要父亲批准 而有了监护权的父亲 就有了24小时控制布兰妮行动 以及财产的权利 于是从2008年开始 布兰妮完全沦为了父亲赚钱的工具 在之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 她先后开了200多场全球巡演 发行了四张专辑 其中两张是销量超过100万的百年长片 无疑是巨大的成功 但是情况却是 布兰妮每周被要求工作七天 每天工作十小时 2018年的巡回演出 和在拉斯维加斯长达四年的主唱 都是被迫签约 四年主唱期间 她完成了249场演出 即便在发烧40度的时候 她也要上台 根据纽约时报调查 布兰妮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 总票房高达1.3亿美元 布兰妮自己能分到的钱 只有每周2000美元 但即便是这点钱 处于监护状态的她 也没有使用的权利 她的信用卡 现金 手机 护照 全部都被父亲掌控 连简单的度假 美甲 按摩等需求 都没有办法得到父亲批准 每天等着她的 就是彩排和表演 魔幻的是 这样的巨星 2019年 用的还是 摩托罗拉的老师手机 直到去年8月 她才拥有了人生中 第一个iPad 你敢相信 这是世界顶流明星的生活状态 不仅如此 布兰妮还遭受父亲 及其工作团队的虐待 只要她表露出一点不配合 或者在排练期间 提出些反对意见 父亲就一口咬定 她精神病犯了 接着将她强迫送到精神疗养院 在那里 门永远不上锁 天天得劳动 甚至还要当着一群保安和护士换衣服 这样她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2016年 机缘巧合下 布兰妮交往了健身教练男友Sam 随着爱情的到来 布兰妮越来越渴望恢复到自由状态 但为了能继续掌控女儿 父亲杰米 让精神医生 给她换了一种药效更强 副作用更大的精神科药物 这个药物 会让她出现类似醉酒的状态 甚至都没有办法跟人正常交流 让她极度恐惧 而杰米的团队 为了确保她按时吃药 甚至派了六个护士在旁边 全天监视她服药的状态 甚至为了阻止她怀孕 杰米还在布兰妮体内 安装了节语器 不允许她取出来 更加讽刺的是 在她为奴生活的同时 她的父母兄妹 却拿着她的钱 靠着她的名声和努力 又是出书 又是上节目 赚得盆满钵满 就连布兰妮后来 把父亲告上法庭 要求拿回自己监护权的时候 杰米和她打官司的费用 用的都是布兰妮的钱 官司打得很艰辛 父亲杰米老泪中横 说自己多辛苦 照顾了布兰妮13年 各种证据 女儿没有自主能力 需要老父亲全权代理 布兰妮那边 则拼死证明 自己没有精神病 不需要再服用任何药物 不仅能演出赚钱 还能独立生活 终于去年11月 小田田布兰妮 打赢了这场官司 重获自由 虽然她13年的人生 无法挽回 但如今的她 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和28岁的未婚夫 感情稳定 还如愿怀生了第三个孩子 希望她的余生 可以少些坎坷 幸福度过 今天的小英文 怀孕 Pregnant Pregnant OK 我是Nana 欢迎关注 改天继续来听我白龙门阵 小田田布兰妮 感谢观看